近日,一高校女生收到食堂大叔的爱心水果 因帮忙拍宣传视频结实 原本是感人的情谊 但没想到却被无良媒体报道 自称是正义使者 却恶意揣度两人不正当关系 被女孩严厉谴责之后 反轻飘飘评论区道歉妄图一笔接过 什么时候媒体也开始弄虚作假了 今天帮帮帮带大家聊一聊 山楂珍珠洲事件 近日,一件高校发布网友发布的视频 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原因是一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女生 和设友在食堂喝水果茶 被相熟的食堂大叔见状后 直接给两人拿来了一整盘西瓜和橘子 甚至在文案中 小姐姐还感动地表示 自己买螺蛳粉的钱由周叔买单 这样霸气地发言 让一网友在评论区疯夸夸夸夸 羡慕小姐姐认识这么好的叔叔 虽说素不相识 但是这样没有血缘关系 还能对小姐姐这么好 简直是王维师里的叔叔呀 随着小姐姐的爆火 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 争相联系小姐姐 想要获得新闻的独家版权 小姐姐确定他们是善意的之后 选择将自己的作品授权 但万万没想到 最终的结果却是农夫与蛇 在采访时 小姐姐就解释了 为什么大叔会三番两次地帮助自己 因为在大学食堂中 大叔是刚开不久的商铺 并没有什么人气 小姐姐刚好利用自己的身份便利 随手帮食堂大叔拍摄了一条宣传作品 其中的山楂珍珠粥 不仅食材用料十分大方 甚至连操作台也十分干净 诱人的颜色和外观 吸引了无数在校学子品尝 大叔的生意也逐渐变好 因此他特别感谢小姐姐的帮助 要不是有小姐姐的视频 怎么会有现在成功的大叔呢 两人也因此成为了 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大叔对小姐姐更像是对女儿一样 但在媒体的爆料之中 却逐渐变了味 原本感人至深的互帮互助精神 到了他们的描述之中 就成为了模糊的一带而过 甚至可以引导网友去猜测他们的关系 在媒体的报道下 甚至有网友揣测 叔叔和小姐姐是不正当关系 更有甚至还猜测 叔叔家是不是还有一个儿子 所以在给自己家相媳妇 诸如此类的发言 让小姐姐十分苦恼 在账号中 小姐姐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解释得一清二楚 面对网友突如其来的猜测 这让小姐姐非常的不适应 于是联系上当时信誓单单的记者 当时的她 说要自己写得多么感人 实际上 写出来就有多么暧昧 这也让很多网友非常不满 难道新闻的三大要素不是时效性 真实性 新鲜性吗 这样歪曲事实的写法 真的是一个新闻人该做的吗 甚至还在小姐姐提出质疑后 面对无数网友的质问 最后才不情不愿地道歉 但这样的道歉还并非正式地书面表达 或者做出视频回应失误 猛马新闻仅用评论区一句简单的对不起 就将这件事一笔接过 甚至在网友网报他们之前 他们承诺将小姐姐的解释话语置顶 也并没有做到 而是任由事件发酵 让网友攻击无辜的小姐姐和大叔 在帮忙看来 作为新媒体行业 不联网家的传播下 不时的消息会对多少人带来不良影响 不要耳听为真 一定要眼见为实